你说你有孩子搞不了 人有孩子怎么搞了 我告诉你 我还生了三个孩子呢 我天天讲课 五一期间 郑州封城 我照样是两家公司的销售冠军 我告诉你 我就不信那个鞋 很多人的怂 是他自认为的 是他自己先放弃了 所以我经常说一些话 有一些人就在视频号下面骂我 说哇 赵老师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我说 我不是为难你 我说的是真话 有多少女人 在家里全职带一个孩子 妈把孩子带得跟屎一样 我不是看不起她 我是真看不起她 把啥也没有干 带个孩子 你在家带的哪样 干啥吃的 你脑袋被门挤了 还是被驴踢了 第二 有多少女人 家里人帮她带着孩子 全职的搞工作 妈搞了半辈子 没搞出来一个什么名堂 别生气 我不是看不起她 我是真看不起她 为什么这么讲 我不是在为难你 其实所有的人 他都是有无限的可能的 只不过是 自己找了很多的理由 难道带孩子 真那么忙吗 哎呦 不要在这方面 挑战人的智商呀 我都带过几个孩子的 我给你揭露真相 孩子送幼儿园 大得上小学 老大再上高中 你告诉我 你在家里 这几个小时干啥 摸着良心说 其实带孩子是累 但是很多的时候 你也是懒洋洋的 睡到自然醒 孩子睡你也睡 来各位回答我对不对 咱谁都别跟谁 找那么多的理由 找什么理由 什么叫卷全世界都在卷 我先把自己卷藤花 别人就卷不了我 我告诉你 你不自己卷自己 就有人卷你 咱们就卷 不知道